大家好,我是客家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食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金银花这充满神奇色彩的花朵,又被称为银花 双花二宝花,它属于忍冬科 忍冬植物,是中医临床中珍贵的药材 现代药理学对金银花进行了深入研究 揭示了其丰富的化学成分 金银花主要含有基酸类、黄酮类、三铁灶肝类、黄西米铁肝类等物质 这些成分使其具有抗炎、减热、抗病毒、抗菌、抗氧化、抗肿瘤、保肝、降血糖 增强免疫功能等多种药理作用 金银花它是一种营养丰富的植物 含有多种蛋白质、脂肪、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以及钙、铁、铅、铃、铜等多种矿物质 此外金银花还含有多种天然酵素和抗氧化剂 如二本甲黄、硫酸、大豆义黄酮和绿原酸等 那么金银花的功效有哪些呢? 第一,它可以调节免疫 金银花中的某些成分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 帮助身体更好地抵抗各种疾病 第二,它可以降血脂 研究表明金银花有助于降低血脂 特别是对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还有显著的效果 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有一定的帮助 第三,抗氧化 金银花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 如环同内化合物和绿原酸 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清除体内制有机 延缓衰老 第四,抗肿瘤 金银花中的某些成分具有抗肿瘤作用 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和扩散 第五,可以抗炎 金银花具有很好的抗炎、杀菌的作用 可以缓解各种炎症症状 如喉咙肿痛、肺炎等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第六,抗病毒 金银花中的某些成分对于多种病毒具有抑制作用 可用于预防和治疗病毒性感染、感冒、流感等异常病症 金银花和它是天生一对 坚持用来泡水喝 肝脏干净了 睡眠质量也好了 金银花加红枣 金银花它是一种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肿的作用 是一款名贵的中药材 对于肝火万圣、口苦、腌肝等症状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同时金银花还含有多种营养成分 如环铜类、挥发油等 具有很好的抗氧化和抗炎作用 可以有效的保护肝脏、减少肝脏损伤 红枣则是一种养颜、安神、养血、健脾和胃作用的中药材 对于失眠多梦、心房等症状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同时红枣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将金银花和红枣搭配在一起泡水 不仅可以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 还能够有效的保护肝脏、提高睡眠质量 对于经常熬夜、喝酒、疲劳等 导致肝脏损伤和睡眠质量不好的人来说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保健作用 金银花加菊花 在中国传统中医 金银花和菊花都被认为具有清热解毒、养肝、瞑目的效果 今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养生和保健 而金银花和菊花的搭配也是备受青耐 金银花和菊花泡水 对于肝脏健康有显著的益处 肝脏是我们身体的重要器官 负责排毒、代谢和分解毒素 金银花和菊花有助于清肝 清除肝脏类的毒素 减轻肝脏负担使肝脏更加的健康 除了对肝脏有益处 金银花和菊花搭配还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工作压力比较大 容易出现失眠、多梦等睡眠症状 那么用金银花搭配菊花泡水喝 就可以起到安神、舒缓情绪的作用 有助于缓解压力、改善睡眠质量 金银花加环麒 环麒是一种补益性中药材 具有益气、固表、逆水、消肿、养生、生肌等作用 它可以增强肝脏的功能 促进肝脏的代谢和排毒作用 有助于改善肝功能 同时环麒还能够调节人体免疫功能 提高身体的抵抗力 增强身体抗病能力 将金银花搭配 还其一起泡水 可以起到养肝、护肝、清热、解毒、益气、固本等多重功效 长期坚持喝 不仅可以保护肝脏、预防和治疗各种肝脏疾病 还能够改善睡眠质量 缓解失眠、多梦、异醒等问题 同时这种茶还有助于调节人体的免疫能力 增强身体抵抗力 从而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 金银花加枸杞 金银花和枸杞一起泡水 这种搭配有益身体健康 金银花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抗菌等作用 能够增强集体免疫力、提高抵抑疾病的能力 而枸杞则有滋补肝肾、明目、抗疲劳等作用 能够改善肝肾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体力 将金银花和枸杞一起泡水 可以综合两者的功效 起到更好的保健作用 这种搭配对于经常熬夜、用眼过度、肝火万胜、体虚乏力的人 特别适合 金银花虽然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金银花不能和它一起喝 否则会起冲突 尽管金银花水有许多好处 过量饮用可能会引起负战 肠胃不适等副作用 建议每天饮用一至两杯即可 金银花性寒 对于脾胃虚弱的人 大量饮用可能会加重肠胃负担 因此不建议饮用 金银花还具有一定的药理作用 如果正在服用其他的药物 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 饮用金银花 避免药性冲突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金银花千万不能和它一起吃 第一种黄瓜 黄瓜属于寒性食物 与金银花茶一起喝 可能会对胃肠联膜产生刺激 容易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 第二种生姜 金银花具有疏散风热的作用 而生姜具有驱寒的作用 两者一起食用可能会影响金银花的功效 第三种玫瑰花 玫瑰花性温 金银花性寒 这两者的作用是相反的 所以如果将它们一起饮用会产生冲突 不利于身体健康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一个小红星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 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 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辛苦大家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